接著請李靜宜議員 多謝主席 澳門近年的經濟雖然持續向好 但是集體欠薪的個案仍然是時候發生的 幾年前探製某間酒店 因為經營的問題不斷拖樑 員工就向勞工事務局投訴 但是等了好幾個月 仍然收不回欠薪和解僱賠償 其後酒店就結業 超過600個員工只能夠投過司法的途徑 去作出追討 最終本地的僱員 尚且可以透過勞動債權保障基金 去電資欠薪 但是當時仍未立入電資基金保障的外僱 到今天為止仍然苦無辦法 追回多達幾百萬元的欠薪和賠償 今年4月本人再收到某一個傳媒機構的員工的求助 至於2月份開始被拖樑 接及的員工數目達到過百名 部份的員工同樣向勞工局投訴 但是欠薪的情況持續 至今合共被欠薪兩個月至半年不等 雖然僱主只一再承諾會出糧 但是到現在為止都無法解決 持續這麼多個月的欠薪令到員工生活困難 部份已經離職的員工就嘗試去申請債權電資 又因為勞工局認為僱主就不是倒閉破產而不獲批准 既然當局認為公司可以付錢 到底還要有多少程序 等多少時間才可以協助員工追回欠薪呢 處處都行不通 令到這班同事感到十分無奈和憤怒 員工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等錢養家 但是本澳的欠薪追討和電資機制 就極度遷就和縱容欠薪僱主 任得他慢慢拖慢慢還 真是豈有此理 有員工一早申請就無法及時電資欠薪 另一方面近日就有一間建築公司欠他的僱員錢 由於他們無法一早知道僱主會結業 故此就一心去等待處理這些欠薪的投訴個案 及至這個公司突然清盤 但是又因為這些員工過了法律規定 離職之後45天需要申請債權預支的期限 故此暫時就無法透過保障基金及早獲得電資部分的欠款 同樣是處境非常徬徨的 薪酬是僱員賴以生存和養家的主要收入來源 一旦被欠薪就會直接影響他們的家庭經濟 故此如何防範欠薪及協助追討的機制 就視為重要的勞動保障 必須有完善的制度去確保員工獲得準時發放薪酬的 唯獨現在澳門的法律對於欠薪拖糧行為的處理程序 極之緩慢、處罰不嚴 即使僱員冒著被解僱、秋後算帳的後果 去作出欠薪的投訴 但是勞工局在條件的階段 如果僱主不去合作 僱如只要漫長地等待這些處理 然後透過檢察院向法院提出訴訟 分分鐘拖足一、兩年都未能完成 但是只要個案移送法院之前 僱主向僱員清償了所欠的款項 無論處於勞工局處理的任何階段 拖了幾長時間 仍然可以免除繳納罰金 故此僱主雖然明知到欠薪違法 仍然有志無恐慢慢拖 可見法制的不健全 不僅使僱員無法及早追討他的欠薪 亦使得欠薪的情況屢压不止 而透過勞動債權保障基金電資之後 款項基本上是無法追回的 但是去年我們這個基金電資了 如千萬的款項 但追回的只是2.4% 即是二十多萬 為此政府有必要檢討及調整 目前在勞工局處理 整個欠薪跟進的階段 坤不予以罰款的這些規定 並且要加強欠薪行為的處罰 以及加快追討欠薪的程序 另一方面 勞動債權保障基金作為一個公共的基金 有關部門固然是有責任去防止制度被濫用 故此更加應該加快追討的程序 避免惡意欠薪的企業 可以藉著債權電資機制 去逃避他們本身應有的薪酬支負責任 與此同時亦都需要進一步加強 對於被欠薪僱員的跟進 當個僱主並非結業或宣告破產的情況 又長期不支付欠薪的時候 應當有適當的機制去確保僱員 及早獲得電資相關的欠款 並且由當局盡早去代位追討欠薪 麻煩 所不甫的 率計法